着西乡布农族打耳机第一场在太平春中平聚会所要登场这场技艺活动中 可以看到布农族传统文化也可以听到独特的和声歌唱 部落还安排国小学生合唱团演唱及欢乐的技艺比赛等等 太平中平中心三个部落总动员全村参与 设计是布农族年度最盛大的祭典 传统设计中成年男性族人必须在祭典前先上山打猎 把猎物耳朵割下挂在机场木架或是树枝上 让全村男孩子轮流用弓箭设 未成年的孩童由父职辈教导学习设计 借此传承狩猎技巧 其免他们也能跟父兄一样成为优秀的猎人 这是卓西乡布农族达尔记 第一场就在太平春中平聚会所登场 这场技艺活动当中可以看到布农族传统文化 也能听到独特和声歌唱 部落还安排国小以及社会的合唱团演唱 以及欢乐记忆等比赛 太平中平中心三个部落总动员全村参与 透过设计展演以及传统技能的竞技 使族人了解记忆文化的内涵以及认同 进而永续传承布农族的优质文化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